甚至还讲在台北县的县民们 大家一块出钱买一件防弹衣送给县长周锡伟 等着两天这样的一个提议 得到了不少网友的热烈回响 而对于网友的嘲讽 周锡伟很尴尬 也只能说谢谢大家的关心 台北县榴弹四处乱乱射 谁是下一个受害者 铺浪网站上最近就有网友呼吁 大家一起来团购防弹衣自保 希望立委可以帮他们出面 向连勤兵工厂购买防弹衣 没想到短短几天 就得到不少网友热烈回响 我是觉得还蛮酷的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不保护 不保护一点自己怎么行 就觉得现在自然真的还蛮差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只不过应该是要做改良式的吧 网路上这边鼓掌 那边喊说还要一件 认真程度就连夏天到了 希望团购的防弹衣要改良通风 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而且还要送一件给县长周锡伟防身 让已经在议会被轰到爆的周县长 脸上出现三条线 谢谢他们 其实最近的这些案件呢 我们希望尽快都能够破 其实现在在台湾的枪支跟毒品的问题 大家都应该面对它 好好来把它整肃一下 笑也不是气也不是 虽然团购防弹衣 只是网友Kuso搞创意 不过如果榴弹继续飞 谁也不能保证 子弹何时找上门 三个新闻林春明吴文昌 台北报导 好那么最近呢 从榴弹杀人事件 那么到园警打人事件